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危机解密编号07台北3762的电文爆料 2007年2月马英九英特别飞案被起诉时 王金平说国民党当务之急应该另外选择领导人候选人 完全不考虑吴敦义的原因是因为吴敦义过于腐败 吴敦义选择相信王金平更为自己喊冤 吴敦义一面信任王金平一面更指称是美国人出错 吴敦义强调与王金平的交情是甘胆相照 还水乳交融 吴敦义一面对八卦爆料选择互相信任 极力撇清 不让流言肥语坏了党内团结 从这则新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吴敦义也蛮有情有意的 他在第一个时间也为了王金平来化解这个尴尬 他认为说王金平应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不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危机解密里面解了哪些王金平的密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整理 王金平曾经说过 马英九因为特别费被起诉的隔天 他就批评马英九是无能与无效的领导者 另外王金平也转述国民党党功的不满 认为马英九很自私 没有照顾他们 而且他还批评了吴敦义说 国民党当务之急因另选择领导人的候选人 但吴敦义太腐败 无法成为候选人 我们要请教一下湘龙 这个王金平之前是也被马英九点名 但是这一次是王金平点名了 马英九跟吴敦义了 当我们之前在讲危机解密的时候 Wikileaks的时候 你得要先把一些时空背景的基本架构 你要先弄清楚 你才比较容易进到那个情境里面 第一个他在2008前后 距离下三年多的时间 在三年多前的时候 大家并不知道 在2010年会出现一个叫做 危机解密的这个网站 竟然会偷到这么多的 就是说以美国国务院为主的外交密电公文 所以这些讲话的人 或者是说写报告的人 都没有预期到这件事情 会这样子泄露出来 所以在当时是没有办法防范的 第二个就是说 不要忽略了 就是说这些外交系统 就美国的这些驻外的系统 他们有时候会邀功 邀功的时候 为了表示自己得到一些很特别的情资 所以里面除了自己的就夹一夹去之外 另外加油添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这在其他的国家 面对他们的电文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 都否认 甚至强烈的质疑 就是说美国住在当地的外交官 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甚至有这种加油添处的情形 第三个就是说 对于这些整个的那样子 一个氛围的掌握 其实他们不见得能够很精准的 掌握到在台湾台北当时的 这样的一个阵情的气氛 因为涉及到王金平的部分 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在2007年的时候 因为马英九那时候 就深陷在特约备的事件里面 老实讲 在当时确实媒体曾经报道过 王金平想要取而代之 那这种取而代之的念头 是设定在一个就是说 如果马英九被判刑确定怎么办 他就自动就失去了参选的资格 那我觉得蓝军 特别是王金平 作为国民党的第二号的政治人物 如果他预作安排合理 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虽然蓝军里面 可能不愿意看到 就是说王金平取代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那个时候 声势如日中天 可是你想如果说 如果马英九有可能 因为就是司法的政治性的 这样一个判决 包括了背信罪 二审就定验 这检察官在追诉的时候 一审之后还加了背信罪 只要在一审 只要在二审当中 突然间背信罪成立 马英九就没有了 所以王金平如果有这种安排 我认为是合理的安排 那我之所以会怀疑就是说 这个危机揭秘的 某一些的内容的真实性 刚刚吴敦义讲的那句话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王金平对吴敦义是了解的 他们都来自于高雄地区 而吴敦义这些人 你说他优点也好 说他缺点也好 他那个人龟毛的要命 龟毛大家可能听不懂 就是一个很谨慎很谨慎的人 在某些的道德洁癖上面 马英九之所以会用吴敦义 就是因为他太了解吴敦义了 吴敦义这个人 或许说他有时候言辞表达各方面来讲 会让政敌会觉得咬牙切齿 容易让政治变得非常的紧张 可是在操守问题上面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的把柄 而他难得的是说 不只是他个人 没有任何操守上面的把柄 我说金钱贪腐等等 包括了他曾经担任过的 这些的民意代表 担任过南投县的县长 担任过高雄市的市长 来自于他现在担任的 行政部门的首长 他担任过这么多的首长的职位 还没有一个他手下的一级主管 或者以上的层次的人 曾经不要说被判刑 连起诉的都没有 这个在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圈子里面 是没有看到过的 所以马英九会用他 是因为相信他欲下圣言 而且就自律甚高 所以我不太相信 王金明会讲出说 吴敦义很腐败 不太可能 所以您觉得 这个危机解密里面 也有解出不对的秘密 不过呢 这之间牵扯到 也牵扯到了 所谓的副领导人肖万长 我们来看一下 副领导人肖万长 被解出了什么秘 他说呢 民进党领导人候选人 谢长廷将在2008年 打败马英九 而马英九的民调一直掉落 又没有展现强势的领导风范 所以他认为 马英九在2008年 当选的几率只有五成 所以我们要请调金来 这个肖万长 当时就是跟马英九搭配的 但是他自己被解出来的密说 他对于2008那场大选里面 是认为马英九没有胜算的 应该这样看 肖万长也是 2000年以后 连消配以后 大概也是失事的 那后来我们看到了 陈水扁 有用他做相关经济 总设经济顾问 类似这样的 那他也提了什么 大中华圈之类的这样的事情 也被后来提出几年 所以他在蓝绿阵营当中 那时候的关系里面 包括大家他跟李登辉的关系当中 你可以看出 他可能在那个位置上 那个时间点 其实不是六月底成行之前 就那个关系点上 铺陈的那个关系 我要讲是他的相关的关系 政治关系里面 跟蓝营的关系的 那个密切度 其实可能没有那么紧密的时候 应该这样看 那那个发言 是不是真实的 那现在透过危机解密出来 包括金普通也讲 那个会面本身 大家大概都不怀疑有那个主轴 只会在这个发言的分寸上 就像刚刚唐兄人讲 是不是在这里面有加油添醋 那三分揽成七分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用那个状况下 回来看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不太认为说 什么现在回去看 说有可能没可能 这件事情 我只是把那个情况上 他那时候可能跟 李登辉的关系 跟蓝的关系 其实还相对可能比蓝的关系 要好的情况下 但是也不要忘记 他是透过詹启贤 然后跟刘兆玄讲说 其实笨蛋 问题在经济 才被 因为那时候 马英九前面也找了非常多的人 最后才找到他 然后三顾茅庐 把他请出来的 那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也是拒绝了很久 最后才答应 也就是说 那个历史眼睛要倒带 这个倒带的过程 就要把这个背景 通通铺陈出来 所以有没有那件事情 当然现在蓝音出来 通通都否认 因为蛮难堪 蛮尴尬的 所以他通通都得否认 可是以整个大体来看 基本上应该还是要认定说 差不多 所以像竟然所分析的 到底当时的时空背景 要从那个关系点来看 才可能比较能印证说 当时所说话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如何 所以我们来看看 刚刚竟然也提到了 其实很多人都反驳了 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来听一下 夏婉常自己怎么说的 危机解密连环报 把国民党内不能说的秘密 谈在阳光下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笑得尴尬 危机解密说 你不喜欢东西代是真的吗 喜欢上水 你不能连战吗 危机不只揭露 马英九想和大佬们切割 其实党内要绞 对他也有一件 2007年11月 台北2522的电文中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对马英九的态度很冷淡 甚至连战还向杨苏帝透露 暂时还不想为马站台辅选 明显的对马英九透露出不懈的态度 同年5月的台北1120这篇电文 也指出肖万常认为 马英九在2008年的大选 胜算只有五成 这让总是笑秘秘的 台湾副领导人肖万常 搬起脸来解释个清楚 老师看谁看谁马英九 没有这回事 这个是完全错误 因为我已经在那个时间 已经跟马英九在答应他 当任他的副手 怎么还会讲说 说他看谁他 还会有这种 我想这样的一个资讯 是完全错误 包括电文让微笑老消息消不出来 2007年5月的电文也透露 台中处长胡志强也对马英九不满 因为马英九接受亲民党勒索 让出立委提名习词给亲民党 失去了展现勇气的机会 认为马没guts 这一篇篇电文是真是假不得而知 但已经惹了蓝营内部的事件主角 无言涨气 我们从这个VCR里面看到 其实马英九被媒体问到的时候 那个笑脸是相当的尴尬 而另外一个对照就是微笑老消 这副领导人消万常倒是笑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继续请教来宾 到底刚说了这个马英九的long stay 是胡志强所爆料出来的 所以我们再来谈一下说 现在这些国民党的人 面对这些危机解密的这些秘密 应该相当的尴尬吧 尴尬是一定的 不过大家会觉得说 尴尬之后呢 尴尬之后会不会使得蓝营 会分崩离离析 对啊 他也对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不会形同末路 会不会影响到选情 不会啦 因为政治人物啊 这些大风大浪都见过了 而且从政之路上面啊 其实固然每个人都会有几个朋友 但是也少不了几个敌人啦 那谁是站在民处的敌人 谁是站在暗处的敌人 当然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份名单 包括马英九可能不喜欢这些大佬 或者这些大佬包括连战 对马英九也颇有为辞 或者马王之间有某种的心结 这些我觉得都合理 而且都贴近于我们对于事实的认识 甚至私下 甚至私下我们的了解 也真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一些他就背离尝试 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那吴敦义到底是不是腐败 我不相信王静明会这样讲 因为王静明也很了解吴敦义 再来刚刚肖万长否认的那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更不可能 就肖万长在当时 因为2007年到2008年选前的那段期间里面 所有的民调都显示 民进党一定打败 蓝军一定会大胜 马英九最后是赢了220万票 那是以前台湾选举 上面天文数字的东西 所有的民调都已经告诉你这件事情 何况肖万长都已经答应 跟马英九搭配了 他怎么可能会看衰马英九的选情 所以有一些你一听就知道说 AIT的这个报告 如果说国务院完全相信你的话 国务院会被你害死 因为你的报告的内容是不实不精准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 政坛上就说听到这个危机解密四个字 就非常的害怕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像两位来宾刚刚所分析的 其实国民党现在很多人 听到危机解密都纷纷的反驳 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相对于民进党人就不一样 民进党人他们说 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两党的反应差这么多 我们稍后回来进一步讨论 走进台湾带您关心台湾市 危机解密呢 最近把台湾政坛的很多人呢 都弄得人心惶惶的 国民党很多人 现在可以说是人人自为 不过相较于国民党 民进党的反应就相当的不一样 这次被点名出来的包括大佬啊 苏贞昌 谢长廷 甚至党主席蔡英文 他们都承认其实危机解密 跟他们所理解的事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两党之间的反差这么大 我们来了解一下民进党的状况 跟传统的民进党这个关系 他比较浅 这个我公开也讲过 我公开都讲过了 因为他跟 比如说我们这些干部的连结 比较不熟悉 在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担心 不过现在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但是以现在来看 我们已经是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情况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这些被点名的人 他们对于危机解密解出来的东西 他们都大方承认说 过去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整理 过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就是危机解密 解出了苏贞昌和谢长廷 他们都曾经说过 蔡英文的领导能力 都是受质疑的打个问号 另外有关于入联反联公投 都是选举操作 还有2005年登陆会 胡锦涛 宋楚瑜是受贬所托 这些秘密 他们都大方的承认 我们要请问金兰 其实这跟国民党的政坛人士 听到危机解密的反应 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次两个党 基本上文化上有它的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民党在这里面 刚谈到那里面 对于蔡英文的批评 我想台湾社会 也觉得它不是秘密 其实国民党的也不是秘密 对啊 可是国民党的人就这么在意 而且都反驳 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再朝一个再野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蔡英文手上没有办法 去分配任何资源 现在这些人站在那 我就是靠我自己 他不需要靠蔡英文 去给什么东西 但是今天不一样 马英九是分配权力资源的人 他今天是在位置上的人 今天所有这些话 或是这彼此之间 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矛盾 那样的复杂性 他可能还有 未来发展的那个可能性 现在在这个状况下 去爆出这么多这样的料 其实那个复杂性 跟民党这边的复杂性 是不太一样的 那那个特别是王金平 其实他2007年 那时候马英九 那个特别费案的时候 其实非常清楚 他确实想取而代之 那特别是在那个排黑条款那一块 他认为他过不去 包括连赞先生也认为 可能他要回去接党主席等等等等的 因为他认为他们都认为他过不去这一关 都非常清楚的 那也才有亲民党后来不出席 让那个胡志强在讲的那一段说 他被亲民党勒索 那没有办法 程序委员会没有过 怎么怎么党产条例 怎么的相关的事情在这里面通通绞绞在一起 也就是说 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里面那个权力的争竹 那个过程当中 到现在其实还是搅在一起的 但是民党这边已经很清楚了 都理清楚了 那个在场都理清楚 现在是蔡英文 然后这些那个权力的关系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那他也没有分配权力的可能性 但是你看到马英九这边不一样 那确实马英九跟金浦宗 这里马金体制下 就是一小错人 他在这里面也透露出 马金体制是一小错人 他跟所有人关系的疏离 然后他在这里面产生出来的矛盾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的反应 其实两个政党的发展不太一样 还有这里面 我刚刚讲的那个权力关系也不太一样 这里有没有是一个所谓的文化的问题 像民进党的文化 感觉他们斗争各方面好像是非常鲜明 而且从过去到现在 这就相当台面化 但是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 相对的就是包袱相当的重 宋天刚问的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两个政治集团 当然它政治文化非常的不同 蓝军跟绿军的政治人物 也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不是同一国的 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 我们甚至不应该住在同一个星球上面 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国民党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政党 它是一个保守的政党 基本上是一个伦理型的政党 就是说它排姿论背 然后彼此之间相近如兵 长幼有序 这很重要 虽然偶尔还是会在擦枪走火的冲突 但是基本上面 就是大家讲话的时候 就是说严禁于此 就是不会有那种太赤裸的表达 所以当你发现就是说 彼此之间竟然表面上面来讲 表面好像一团的和气 然后都非常的彬彬有礼 但是私下的时候会打小报告 开黑枪 它当然就会特别的尴尬 而且那些黑枪的内容有的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连这种话都讲出来 那绿营的部分相反 绿营它基本上面是一个 是一个就是说草根型的政党 他们也标榜就是他们内部的这种的政治氛围 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有话的大家公开讲 哇啦哇啦 该骂的该吵的呢 大家不要憋在这个肚子里 好但是你看到 你看到苏贞昌跟谢长廷的讲话的时候 当他们今天讲的都很客气了 都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是2008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空环境蔡英文才刚来如何如何 老实讲他们如果要对自己诚实一点 他们会应该讲就是说 我2008年讲的那件事情 今天证明是对的 蔡英文果然没有领导力 蔡英文果然呢 这应该很难把他讲出这样子的话 他们讲不出来 但是其实他们讲的贴近于事实 当他们不同的就是说他们就承认了 他们说对我们当时是这样讲 但是呢那个时候2008年蔡英文刚来 我们答对他确实不信任 等于把自己绕回去了 他们不好意思讲说我们当时讲的 果然你看今天呢 2010年2011年的时候 现在应证了 蔡英文真的没有办法领导民进党 不过这里面其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玄机了 就是说因为现在公布的文件 都是2008年前后 那个时候是蓝军要起来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蓝军不管是大佬级的 或者是在那种所谓的接班梯队当中的 像朱立伦 或者是已经站上台面的像马英九 大家基本上面都越越欲试 想要急着呢 急着要让自己有自己的政治位置 因为那个时候看起来 即将要接掌到大位 天下即将要到手 所以大家动作的都很多 绿营相对来讲 因为是很低调沉闷的 所以没有太太多的表现的机会 但是因为现在维基解写 只解了一部分而已 台湾现在最少知道 有3700多份的文件 现在它只看到一小部分 如果接下去解的是 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期间的 那我相信就会很精彩 这部分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绿营现在态度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他们有风度 不那不是风度的问题 那就是告诉你 就是说绿营现在接的密的部分来讲 其实对他们来讲 无关痛痒 所以还没到核心就对了 所以大家就要来问说 到底现在的维基解密 尤其在现在选举只剩 倒数几个月的时候了 维基解密解出来 到底在目前的选战里面 到底对谁有利 或是对谁会有产生 负面的影响进来 就像刚刚唐向文讲的 未来是不是还有不堪文问的 都不晓得 但是以目前来看 对于来因里面内部的矛盾 是暴露出比较大的 其实除了这些同僚当中 上下之间 其实还有兄弟的 你这边没有举例子 他其实还有很多 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边发生 那我要讲的事情是 如果选举当中 我不知道蔡英文喜不喜欢这样的格调 过去如果是谢长廷在选 可能会喜欢这样的格调 当我们在把他们嘴里 在维基解密说 王金明说马英九是没有领导的力 或是怎样怎样的 那谁谁谁说 那怎么样怎么样 就把它做了一个广告 这都不是我说的 都是你们里面的人说的 那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广告 那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发酵 它其实都是个 都会是一个题材 那这个题材里面都是 未来选战看你怎么炒作 或是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个发展 不过大家要问 如果说大家针对马英九来的 对宋楚瑜有利吗 对宋楚瑜来讲 目前来看 没有什么有利跟不利的 对谁有利 对谁没有利 到现在为止 还有东西可能会出来 但以现阶段 我们看到8月30号 当维基解密解开 绿营的网友 把它翻译出来是 第一个事情就是他的 我们看到的绿卡 接连看出来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基本上来看 大概要用73比来看 对于兰英的不利 对于兰英当然也有不利 但是那个比例大概是73比 这周军少到的人太多了 不管苏琪啊 郝龙斌啊 他在内部里面 通通都少到 几乎现在台面上 这些政治人物通通少到 所以如果把它大杂会 在那边捡捡贴贴弄出来 它可能也会是一种 选举发酵的一个题材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 到底对谁有利 对谁没有利 其实到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呢 其实我们终归一句 其实解出这么多的秘密 我想最大的获利者 应该是台湾的民众 因为你们就知道 政治人物真正的嘴脸是如何 大家在判定他们说话的时候 真的是要有三分的思考 走进台湾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先见 台湾政权大气势 进行锁定 走进台湾 走进台湾 由华发股份 独家特约播出